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圣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833集 莫兄 你也来了 一向可好啊 阮族的准天尊打招呼 越发确定那少年身份可怕 竟需要那位故人相伴 因为那位故人 那个莫姓准天尊对那少年很恭敬 阮兄 一别就是上古市区 岁月不饶人哪 你我皆安在便是真的好 对面那个莫姓老者微小 对阮族的准天尊打招呼 这时许多人都意识到 究竟是哪一族来了 在这阳间 让阮族都重视的莫家 或许只有一个 那就是人亡莫家 天下人亡族还存在的 还很昌盛的仅有树家 除去玄黄族外 还有莫族人亡 楚风也意识到是哪一族来了 他与这一族有过剧烈的冲突 仇怨很大 当初在通天仙谱那里 他曾经击杀人亡族 莫封莫雷兄弟二人 此后便遭遇莫家全天下通缉 惊惊的是 拐龙龙大鱼替他背了大黑锅 结果导致他相对安全一些 而龙大鱼则被满天下的追杀 楚风暗中重视起来 这是注定要对立的人亡族啊 莫兄能否帮我一个忙 阮族的准天尊当众开口 阮兄何时 那个老者问道 帮我击杀此子或者镇压也行 阮族的准天尊说道 他知道 莫家有一种瑰宝 砖锁人魂光 上天入地都无法有效摆脱 会被锁定身影 他 一个人族而已 好说 天下人族谁敢不从亡 我相信他会听话的 会向你请罪的 莫家老者带着笑意 接着他又看向楚风 年轻人 我且不伤你性命 去向阮族 赔个礼 道个歉吧 凭什么 楚风听闻后 眼睛中寒光四射 杀意涌现 就凭我来自人王一族 够不够啊 人王旨意一出 你要违背 与对抗吗 老者笑呵呵的盯住了他 你是谁的王 胳膊手再偏向谁呢 滚一边去 楚风毫不留情面的呵斥 同一时间他杀意无尽 决定毫不保留了 该出手时就出手 呵呵 你知道在对谁说话吗 万古以来 人族各部 见人王必败 你太失礼了 老者眯着眼睛说道 一股杀气从那里澎湃而出 至于他身边那个少年 则始终笑盈盈的 疑似古代大闲的存在 并没有表态 此时此刻 我要大开杀戒了 或许 我悟透了太上八卦主炉的奥秘 需要以血微隐进行献祭 拿你们祭炉 楚风寒生说道 大开杀戒 以血济炉 楚风这种话语 顿时让所有人呆住了 禁地的宁静被打破 即便不远处沿江 如江河拍案 更远处盗族攀登的 巍峨不死山 黑雾缭绕 各种景象 设人心魄 也难言 此时人们的金融 顿时嘈杂一片 人王族末家老者虽然在意孝 但那种笑容却不是什么善意 带着淡漠 带着嘲弄之意 他身为人王族的准天尊 有哪些族群 敢这么同他说话呢 尤其是人族 一旦见到他 必须要拜 因为他来自人王族末家 接着末家老者开口 有时候我认为少年热血 与自负是一种蓬勃的朝气 有冲劲有闯劲 是年岁赋予他们的轻狂本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算是年轻的资本 当说到这里后 他略微一顿 很是冷淡 可是过犹不及 当一个人太自负时 也离不时时务不远了 不知天高地厚 说的就是你 今天竟遇上你这样的蠢物 这是人王族末家老者的话语 他扫了一眼楚风 言语相当的平淡 声音不高 可是却让人觉得分外刺耳 许多人都神色异样 人王族的肃老话语很重 相当的不留情面 可是细想来 许多人都觉得 他的确有这种说教的资本 而像周正德这般 敢对人王族不敬的人都死了 而且非常凄惨 人们将目光投向楚风 觉得他被人王族盯上后 处境会极其糟糕 楚风冷淡开口 老皮肤 你活腻了 都是纪皮 在人王族末家老者的身边 还有一批年轻人 都是该族的后起之朽 皆为顶级青年强者 此时纷纷露出笑意 不过 那种笑容有些冷 而且带着矜持 彰显着他们的身份不凡 自恃而自负 他在说笑吗 大开沙戒 要拿第一手的血记录 是在说我们吗 哈哈 有些人则没开口 可是这样的笑容 却说明了一切 无形中尽是讽刺嘲笑 这是一种俯视的姿态 就像是灿烂的人王文明 遇上蛮荒野人 不知道李树 过着如毛银血的生活吗 这是哪里来的人呢 不懂得对人王族敬畏 这是他们的话语 简单的几句话带着蔑视 还有不屑 更多的是比 在他们的心底深处有一种信念 哪怕你 场域造诣再高又有何用呢 身为人王 天生克制人族其他血脉 因此他们超然而自信 也不是所有人王族的子弟都淡然 有性格强硬者忍不住了大声喝道 身为人族 你贱王不败 还敢大放倔词 真是可笑啊 你知道自己身上流淌着什么血统吗 一会儿你的血液 你的身体 他们会诚实地告诉你 一种来自灵魂的原始敬畏 你需要对拥有人王血统者 顶礼膜拜 虔诚扣手 周正德 周朽 还请你以法驾过来请个罪吧 也有人这样揶揄 墨家一些年轻的男女 纷纷开口 有些人表情严肃 而有些则带着嘲弄的笑意 虫风脸色阴沉 一声断鹤打断他们 一群吐鸡娃狗 也敢在我面前谈礼数 谈敬畏 都爬过来 临死 那些人也太自负了 竟这样的言语不敬 肆无忌惮 他自然也没有好话语 反正是要真正展现大神王威势了 不介意 口吐浊气 一血洗礼 墨家有些年轻人当场就炸了 哼 有性格 一会儿情下他 千万不要杀了 留着他 熬练他的筋骨皮血 锁在我族山门前 让他活着 展示给所有人看 墨家一位年轻女子开口 比之那些男子还要强硬 这时 墨家一些青年强者 同时激活人亡血脉 一时间血光璀璨 宛若一轮又一轮 焦阳横空 无比害人 他们的毛孔 他们的机体 向外溢出迅烂的血光 竟是子血弥漫 若天日耀眼 压制现场所有人族 同一时间 受年轻人血气所激 墨家的老者 那位准天尊的血液 也复苏了 这是被动唤醒 哄的一声 犹如天节降世 那片地带是一片恐怖的符文 其血带金与众不同 压迫感 惊是害俗 最为可怕的是 他身边那个 被怀疑为远古大闲的少年 身体也略微移动 弥漫出极其恐怖的气息 不过 这个少年 很快又恢复瓶颈了 被动唤醒的血液 又沉寂了下去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